你在这干嘛呢 做那个汽车的保养 我九点就来了 然后把车放在这 我一想再坐车回去 时间太长了 后来我就在这等着 现在十一点 俩小时 我处理好多好多事了 一台电脑 一个手机 就一直在这工作 那你们做经纪人 这么就怎么安排时间 做这些事情呢 真的不好安排 因为我们这些事情 很多都是突发的 并不是说安排好了的 你这个突然之间 就有人摆明 我们就得接嘛 所以我基本上 是把那个时间安排成 这个紧急重要的 我就尽量的安排成 这个重要 但是不紧急的 就是把事情 都给平时做了 你像我在管理的时候 我这个手机上 有一个那个日历 我把要做的事情 都放在日历上 一个一个安排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机式本 里面有一个 挺长的一个to do list 我就把这个to do list 一项一项要做的事情 就放在里面 那重要的事情 我就提在上面 不重要的事情呢 我就放在下面 那我希望说啊 每一件事情 我都是有安排 有计划的 不要说事到临头 然后再紧急救火 救火的事情 我现在把它压缩到 越少越好 突发的事情 没办法 为什么呢 房地产这个行业啊 其实高危行业 就是对人的健康啊 其实压力非常大的 因为你在短时间内 要处理很多很多紧急的事情 血压会变高 身体会变差 所以我就尽量在避免 那些事情 另外呢 还需要有一个team 可以support 你比如说我刚才处理了 三个listing 要安排什么事情 我已经安排 然后后台 就是我拿手机点一点 然后微信的语音 然后把事情 全部已经安排好了 后边的support team 一项一项 他们已经接收到 这个要做什么的 这个信息了 然后都开始在背后 就开始安排了 那这么多事情啊 其实一个经纪人啊 是基本是做不过来的 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 给力的这个team 大家一起来工作 你像我现在有 差不多六个listing 同时在准备的阶段 这个一个人是 不太容易能够handle过来的 谢谢大家